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 委員長 部長早齁 你看我寫的齁 尤院長不如尤院長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尤院長就是尤院長 尤院長不如尤院長 尤院長就是尤院長 我們尤院長在當這個 當過行政院院長 我們尤院長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如果受到一些 人身安全的威脅他 需要這樣的直接上臉書 來跟大家投訴嗎 我想這部分就是 我有跟當時一出來 我有跟大家報告過 這裡面有幾個可能是在聯繫上的 一些問題 那第一個當然就講到說 他被恐嚇的 第二次恐嚇的時候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第一次被恐嚇的時候 警政署那時候是想說我們趕快要把 這個案子把恐嚇的人抓到 所以呢 這個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是有在監控但是沒有把這個訊息 回報 也沒有去指示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警政機關的聯繫之間 發生了問題嗎 發生了問題以後 今天變成好像是我們郵院長的錯 我覺得你們在給我們郵院長穿小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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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這樣子齁 所以我 我中午的時間 去了以後 這件事情啊 這我知道你中午有去 為什麼這件事情 派出所的所長說他不知道 派出所長所長不知道 分局長也不知道 台北市警察局長也不知道 因為警政署這部分的確在聯繫上 沒有通知他 警政不是一條邊嗎 警政一條邊是人事各方面 那在這裡也是應該有一條邊 沒錯啦齁 那應該也要通知 那這部分沒有通知在聯繫上 應該要一條邊 但實際上沒有一條邊 那個這個聯繫上的確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會 那堂堂的這個 立法院院長的這個報案的聯繫都會出問題 那麼我們一般老百姓怎麼能信任 我們這個警政單位呢 對我們警察的信心會消失啊 不會啦不會 因為這個 連院長報案都可以這樣子 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長19號報案 21號他們就抓到那個 我想他一定是經過了很多的 院長一定是經過了很多委屈 不然堂堂的 立法院長 我不相信當行政院的時候 他需要這個這麼樣子的委屈 還要上網來投訴 才會引起我們 徐大部長的重視 那你們對院長都這樣子 對我們一般的百姓 所以那天中午我也過去了解狀況 我跟委員長致勸 我理解 我跟委員長致勸 但是你想看 我說的是一個大的問題 對於身為五院院長的 立法院院長 你們都可以這樣處理事情 那對一般老百姓的報案 一定會更顯輕忽 你有辦法 一位一位向老百姓致勸嗎 我們一定會盡全力的保障 所有人民的生命 當然都是這樣說啦 你當然不會說你不保障 問題是我發現 內政部啊 常常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不然今天不會有這個行星發生 你們不尊重院長就是不尊重我們立法院 這一部分警政組在聯繫上的確有一些疏忽 所以我跟院長也致勸了 也是應該跟全國人民致勸 我也跟院長致勸了 所以在這部分我們請他們來 以後要更加精進 我們來講 下一個問題 我說你們常常說 說的跟做的都不一樣 你們內政部的這個業務報告裡頭 第35月跟36月有提到說 要加強移民人權保障 這個是您提出來有印象嗎 沒錯 其中有兩點 一點是放寬外國人居留等等的條件 另外一點是放寬大陸配偶 來台短期貪金等等的條件 有這兩點您記得嗎 有嗎 有嘛齁 放寬外國人跟大陸 因為像有一些 有沒有這兩點啊 基本上我們 這是不是你們提出來的這個 這是不是你們內政部提出來的人權保障 是嗎 剛剛 去年啦 今年還是一樣要這樣做嘛 對吧 人權保障是不能斷的吧 對吧 部長對嗎 對啊 沒錯嘛齁 那我們往下嘛齁 那我們蔡英文總統也是關懷陸配親子活動 還在春節的時候和陸配共進午餐 您知道這件事嗎 是嗎 所以執政的民長政府 尚從蔡總統下到我們內政部 都事實上應該是有關懷我們外籍人士跟陸配的相關人權對吧 那為什麼 應該保障當然是要保障 應該嘛 人權嘛 那為什麼你們執政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要提出對大陸的這個陸配相關人士 移親來台想健保要提出修法 健保是要一定的規定 那這一部分 健保健康保障是基本人權啊 你們前面不是提到嗎 提到不是說 加強第35月36月加強移民人權保障 健康不是人權嗎 健康的人權尤其在健保也必須要有 也必須要有一些相關的一個對價跟條件 所以你們說的一套做的一套 而這部分跟所謂基本人權的保障思量 請問你支不支持 不能夠這樣子來 不能夠這樣子馬上把它套上去 那如果任何人來 包括來觀光的我們都給他健保嗎 不是不是 我們剛剛講一親喔 我們剛剛從頭到尾都是照你的 部長我們剛剛從頭到尾 我們部長我們從頭到尾都是按照你的書面報告在問的喔 我們沒有講觀光喔 探親 沒有錯 也還是有一些前提要的必要的必備條件嘛 所以民進黨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加強人權保障 但是說得一套做一套 我先請問你啦 你支不支持 我先請問你 把這個條件拿掉以後就變成 所以你的人權 好像做一套做一套 所以內政部長的人權保障 來我先問你啦 我問這個問題 內政部長的人權保障都是有條件的 有一箱人權生命什麼是沒條件 但有一些是有問題 所有的人都平等 但是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這個是你的前提是嗎 你那個叫做大前提不當周天之過 你在理責學上犯了這個 我請問你啦 你不是我的理責學老師 我請問你啦 這個在理責學 對於這個 我們民進黨立委提出這個修法你的意見如何 委員的修法 你的意見啦 沒有我這個是 委員提算 這是 我是對立 我要問你的看法 他們的修法是 我們立法議員是我們的看法 委員 衛福部就是要衛福部來回答 你不會叫我來回答 你不是 中央政府不是一體喔 你內政部 我不能替衛福部來決定事情 他也會參考你們的意見 你不能替他決定 立法院一體也不能這個立委 把立委決定他的選票 那我問你啦 陸出境是不是歸你管 出入境是我管的 所以如果陸出境是要問你喔 就不能問衛福部囉 那是我們執行 這是我們 那要不要問衛福部 你法律定將我們就這樣執行 那我問你喔 我遇到一個例子 我想請問你喔 這個我們現在 你就是滯留武漢的台人 沒有辦法回來嘛 這個是你們有註記嘛 沒問題嘛 那如果有大陸人到台灣來齁 那時候因為滯留 因為這個疫情 我們小三通關閉 你滯留金門啦齁 那現在他要回去 可不可以回去 大陸人喔 大陸人可不可以回去 疫情指揮中心現在 這時候就要問衛福部囉 讓他從台灣回到中國去 可不可以 疫情中心正在處理 可不可以回去 因為這個現在是疫情中心 我先問你可不可以回去 不是 疫情中心統一在 就這部分在做相關的研議 欸 部長 我覺得你不要一直閃躲問題 當我問你這個 沒有閃躲問題 來來來 我就是真的問題 我問你健保問題 因為就是疫情指揮中心要去決定的 因為當時的法律是規定說 你從小金門回來 就是要從小金門 啊 不是啦 你從廈門到金門 就是要從金門回廈門嘛 他現在是想要回到台灣 所以要去問衛福部嘛齁 當時的法律 他能不能回去大陸 就是因為小山東來到金門的這部分 他到台灣是有限制的 那現在這部分要解除限制 要疫情指揮中心來決定 他的限制是移民署的限制 哪裡是會服務的限制 那這個因為已經牽涉到整個疫情 他沒有生病喔 就是一個正常人 才要離開中華民國 這個牽涉到疫情的指揮 他沒有生病怎麼會是有牽涉到疫情呢 所以這個要疫情指揮中心來處理 只要是刀輪就可能是有疫情嗎 我們已經提出去了啦 委員 我提這個例子只是要告訴你 我提這個例子喔 只是要告訴你說 你剛剛我在問你 有關內政部對於這種大陸人士 外籍人士這種健保的時候 你說這個是健保署齁 那現在我問你有關移民署的事情 你也說又是 因為他已經承認他疫區的管制 內政部廢掉 並在衛福部下院 疫區的管制這個在疫情指揮中心 現在已經全國統一指揮了嘛 對方又沒有生病也沒有疫情 一個滋留在 這牽涉的疫區啦 委員 我們基本也不是疫區啊 你講了什麼話 哪裡有疫區 他要回大陸 又不是要我來金門 我們現在回去各方面 等一下 我們要出眾的先進的事實上的人 我把提供在講清楚才不會被誤會喔 一個滋留在金門的大陸人 想要離開金門回到大陸 回到他的預期 不管他是要出去喔 中國人要回去 他們說這個還要問疫情指揮中心 他沒有生病喔 因為東西的故意 那他要回大陸還要你關心喔 我們對於中港澳這一部分 我們是執行單位 所以現在任何一個人 這個是陸委會 當時在整個開放小山東 小山東的開放也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 你不要搶話來 我問你 所以現在任何一個中國人 如果在台灣 任何一個中國人如果在台灣 他因滋留在台灣 他要離開 都要問疫情管制中心嗎 你的因果 因為這個東西牽涉到當時 陸委會在決定小山東的這些問題 那為什麼要問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執行單位 要看在前面的那一個 要 你們現在讓我覺得 一句話就好 你們讓我覺得喔 滋留在大陸的台灣同胞 你不讓他回來 滋留在台灣的中國的你不讓他出去 我們台灣同胞要回來我們都歡迎 但是要 但是注記嘛 按照疫情的這些處理 避免疫情的擴散 這個要處理啦 你們太誇張了 沒有啦 一點都不誇張啦 我們是為了民眾的安全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讓我們今天變得很熱鬧齁 我們繼續請張祺路委員